这个气球发出了多少人的解释经历, 真正的气球带来了什么, 在世界上, 让美国人真正的知道, 哇塞, 共产党完全有能力摧毁美国, 而且到美国家里摧毁美国, 而且完全不是第一岛链第二岛链, 你不觉得在谈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已经扯淡了吗? 共产党玩了一个是什么, 超出链之外的天空之链, 共产党这招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最牛的, 而且七哥喊了这么多年, 这个就是告我上你家去打你, 我几乎可以没有成本的打你, 我人都不用气, 我想啥时候打就啥时候打, 我想打哪就打哪, 我在天上, 我可以发一百万个一千万个, 你打我你死, 你不打我你死, 那个气球上第一个我来个电子干扰, 第二我给你来点生化武器, 第三这球有架球有真球, 你想想你有多少弹能打完呢, 他拿三千块钱五千块钱一万美金, 换你那个四十万一百万美金的导弹, 战斧导弹, 什么眼镜蛇导弹来吧, 而且中国不用都在中国放, 什么古巴委内瑞拉, 是吧, 巴哈马, 甚至在加拿大某些地方, 哗啦哗啦就来了, 你能解决得了吗, 你看, 美国最强大的后勤共给系统, 电子战系统, 通讯战系统, 战斗机系统, 一切归零, 就是共产党玩这一招, 这不叫超线战, 也不叫不对称战, 这是改变了世界的战争游戏规则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